10月19号 邓超现身宁波出席某男装品牌代言活动 一身蓝色丝绒西装的他也是帅到飞起的说 在结束发布会后 超哥在媒体群旁间也是各种自信爆棚 作为这个穿西装最好看的男人 李诚和发明明大婚在结 作为两位的好友超哥更是表示 我觉得不准备礼物是不可能的 而且你在这么多人面前 我本来想逃掉这个 然后但是所以我觉得那个礼物得格外的用心 在被记者问到自己之后的工作计划 邓超提到了自己即将上映的电影 这个《重拾之光》把档期 上映的档期确认下来 对最近然后确认下来之后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然后肯定要准备这个录演 然后宣传 然后这个对 一谋导演的影 可能也会有一些档期上的这个一些变化 十分期待啊 芒果劳新闻 我们超哥就是超有范呢 报道